来如雷霆收成怒 一派强攻令人忌惮 青龙漫年抹腹条 悉尼的技术 排排都带着计算 印尼流派的极大成者 控网强攻的节奏大师 印尼小钢炮 平和以矮小之躯 一肩巨人 欢迎来到一二代雨林系列第三期 点瞳成金 步履不停 1992年巴塞罗纳 当方朱贤的最后一派下压 飞出了界外 王莲香正臂高呼 万里之外的印尼群岛 也一下子沸腾了 这是印度尼西亚 自1952年参加奥运会以来 拿到的第一块奥运金牌 由于它的特殊意义 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玛兰奇 特地赶到于毛球赛场 为王莲香颁发了金牌 而就在两个小时之后 他的男友魏仁芳 也出现在了男单决赛中 历时一个小时20分钟 在两局开支不利的情况下 逆转队友阿迪 取得了男单金牌 两金两银以同 在羽毛球项目 首次进入奥运的阶级赛事上 印度尼西亚是最大的赢家 这个在战乱政变 荣获天灾中独立的万岛之国 是全球人口第四多的国家 一百多年前 当殖民的英国士兵 将羽毛球带到了这里 这些运动便顺着热带的季风 风靡大街小巷 鱼网 亮衣绳 树枝 在成都飞扬的黄土地上 这样运动根本没有门槛一说 羽毛球也因此成为了印尼的国球 现在万龙就有大大小小 上百家羽毛球俱乐部 而1996年10月22日 金亭就出生在 宁静万龙的芝麻须 今年的父亲爱迪生鲸鲸 是一名疯狂的羽毛球爱好者 经常带着小鲸鲸去观看 他与公司同事们的球赛 鲸鲸自小天性好奇 喜欢模仿大人的样子 斗趣般的 父亲也开始时不时的 让他加入其中 在他五岁那年 父亲带着他去万龙的一间球馆 找朋友 而这家球馆 当时正在为当地 最大的羽毛球俱乐部 SGS 作为训练用地 在一旁的俱乐部教练 发现幼小的金亭 虽然动作很不标准 但伸手不凡 于是上连询问父亲 有没有异想 让金亭进入俱乐部训练 就金亭后来 接受采访时回忆 那时候 父亲毫无犹豫 就答应了下来 因为在当时 SGS俱乐部 已经培养出了陶菲克 把他印尼生命打造 刚接受训练的金亭 总是在电视上 看陶菲克的比赛录像 拿着球拍 像当年 模仿父亲一样 模仿他心目中英雄 灰拍的样子 2004年 雅典 琴类的英雄 戴上橄榄花环 忘情的亲吻 胸前的奥运金牌 在金亭并没能在电视机前 见诊这一幕 被上世纪90年代中叶的亚洲金融危机 席卷后的印尼 此时国家电视台竟然拿不出钱来 购买奥运的转播权 尽管如此 夺冠的喜讯仍是第一时间从大洋彼岸传回 带着喜悦与骄傲 一同传到全国的每一处地方 这时的金亭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与鼓舞 或许有一天自己也可以站上奥运的领奖台 一年后 九岁的他才开始正式参加比赛 而在刚刚参加比赛的那一年 他就拿到了万龙地区的诗冠军 那时的他顶着一头不爱打理的自然卷 造型不羁 总是难免让人想到上帝之城中的小霸王 但在父亲眼中 他的这个小儿子却是最听话的一个 白天在学校上课 晚上一放学就全身心投入训练之中 他的第一场国际比赛 还要等到2011年 在香港举行的俱乐部青年挑战赛 但在第一轮大比分战胜来自美国的选手之后 他的第二轮就不敌同样来自印尼的加努阿里 本来在参赛名单中 还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 强纳坦克里斯蒂 不过他因故缺席 而印尼双子星的相逢 还要等到2013年 两人双双因为在各自地区的出色表现 而为国家集军队争招 日后人们总是为京廷和乔纳坦 谁是印尼一丹而争论不休 可从进入集军队那时起 两人就是非常好的朋友 那时候白天结束辛苦的训练 到了晚上的休息时间 队员们就挤进乔纳坦的宿舍 奏向他们的宿舍音乐会 有些木呢 内向的京廷总是默默在一旁充当鼓手的角色 但他也同样乐在其中 到了近几年 即使不在国家队集训 他们也时常的小聚 这时的京廷已经不再羞于一展自己的歌喉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支 乔纳坦的国家队成绩 到了他那一期 我们再讲 在刚刚进入国家队急性的这一年 京廷的成绩并不亮眼 比起当时队里的同名拳手 已经拿下挑战赛的冠亚军 京廷在年初的几场比赛中 都只是一轮二轮游 直到年末的马来西亚国际挑战赛上 他才一路击败陈建民和王子维 打入四分之一决赛 不过那时 国家队的教练就已经看到了京廷身上的潜力 在2014年的世青赛混团 将他写入大名单 才获得了参加世青赛的机会 第一次整整意义上的大赛 那时候还未进化成小刚炮的京廷 会表现如何 轻取 大胜 直到第三场碰到单打小将徐生仔 印尼人才去历经三局 敖战国关 而这下 就碰到了童年出生 刚刚在亚新赛取得亚军的长山甘菜 不过结果就出人意料 状态不佳的长山 两局加起来 一直拿了18分 可接下来的对手 可就没有那么好对付了 一路兵不雪刃 两局直弱的持续期 面对印尼人丝毫没有手软 京廷败倒在了总决赛的门口 但是 这枚大赛的季军奖牌 对于比赛经验 仍十分缺乏的京廷来说 已然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 It's all because of your grace Jesus 在赛后的硬斯上 他这样写道 在国家队 比赛的机会 都要靠自己的实力来争取 在失青赛之后 7月的中国台北公外赛 彼时世界排名300名开外的京廷 在资格赛中杀出重围 首轮便爆了 赢下了当时已经小有名气 世界排名前20的周天成 京廷岂是时钟雾 一遇风云变花龙 此时的他 正要登上去往南京的飞机 参加第二届清澳会 小组赛京廷三战三胜 以催枯拉朽之势进入淘汰赛 到了淘汰赛 就碰上了老对手长山 那时的京廷往前技术 还没有现在那般细腻 空王抢弓的一套战术 却已经十分成熟 第一局强攻拿下之后 来到第二局 体力的下降 让京廷出现了大量的低级失误 索性第三局 他及时调整回了状态 拿下胜利 与新科士林赛冠军 林桂普共进半决赛 开局京廷的进攻欲望就十分强烈 用快速的抢网与持续的后场中杀 让比赛节奏变得很快 但林桂普身高必长 防守面积很大 京廷的中杀得分效率并不高 但是京廷的得分手段 是很丰富的 快速的连贯与节奏的变化 让他在第一局始终保持着 威瑞领先优势 还有第二局 京廷仍旧保持着非常犀利的进攻 在第一角度之下 他的脚步如踢云纵一般 高低进退自如 上半局 林桂普频频陷入京廷 平抽挡的节奏之中 而难以招架 但京廷的问题 就在于他没有办法一直让这样的节奏维持下去 下半局的几次连续失误 让林桂普抓住了机会反抄比分 将比赛突入了第三局 而第三局 连然就是两人的对攻打战 剑高就是下压 两毛相攻 谁也没能在前半段占了什么便宜 12比11 林桂普的快退底线在开局占据了主动 京廷也没能如愿摆脱 而这一分也成为了这一局的转折点 京廷三次连续了失误 让林桂普一下子就拉开了分叉 而正是这三个失误让林桂普在橘蟹后连得7分 并且笑到了最后 京廷又一次败倒在了总决赛的门口 不过在随后的季军赛 京廷轻取印度选手 获得了一枚铜牌 这是他第一次站上奥运的林桂台 哪怕只是青奥会 当印尼的国旗紧随五星红旗 飘扬在南京奥铁中心 京廷也心中的那个目标 似乎更近了一点 与此同时 18岁的他将与青年比赛作别 踏上成人赛之旅 从青年赛到成人赛的过渡 京廷花了半年的时间 直到15年6月的本土公开赛 他才在击败斯里坎特之后 进入1分之1决赛 而这次他的对手 是来自日本的陶田贤斗 没错 这是初代的京陶大战 此时的陶田有汤姆斯杯 世青赛冠军 以及数个公开赛冠军榜身 而相比之下 京廷的履历又暗然得多 但这并没有反映在比赛的场面上 开局 京廷仍旧采用自己一贯的打法 反而是陶田这边显得失误 有些频繁 同时京廷的进攻 也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间歇上来的京廷 更是打出了两拍 离谱的出球 在京廷一拍漂亮的皮雷 第一局比赛结束 来到第二局的陶田不再轻易给出禁往 并且企图控制头顶 来限制京婷的进攻 这套战术对京婷当然是有效的 但这时的陶田给出的后场质量 并不是非常稳定 而一旦由于拍不到位 就会被京婷突击 从而陷入被动 而京婷的打法则是意义管制 是交比15一套标准的硬力流打法 不过凭借上半局建立的优势 与京婷自己的失误 陶田有心无险将比赛突入第三局 15 15 15 京婷开局上来 这是6个连续的失误 比分一下子就来到了巴比林 建立起心态优势后 陶田在往前也更加敢做动作 即使京婷让分差一度缩小到2分 但每当他的进攻 撕不开陶田极其顽强的防守 他总是因为心态波动失误 在这场比赛中可以说 京婷的比赛要比陶田更加亮眼 可得势不得分 拼盘的失误让他将胜利拱手让人 不过要知道 此时京婷与陶田的世界排名差距近150名 打成如此军事 似乎说明京婷已经有挑战世界一流选手的能力 果不其然 在紧接着的中国台北公外赛 彼时世界排名11位的田厚威 就充当了几块史经师 京婷21比13 21比14 两局暴乱了这位中国队名将 不过非常不巧的是 他停进一轮之后 他就碰到了另一位中国队选手 林丹 对于林丹来说 根本就不存在质量不到位的情况 那空王抢弓琴选手的近攻端牙火 你就需要静静等他的失误就好 静婷一下子被打得没了脾气 第一局拿了七分钟 大部分还是林丹的主动失误 第二局的静婷才有点回过神来 开始清楚自己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开始利用弱点和速度层层加码 期待撕开林丹的防守 同时他打得比第一局更加耐心 对于后场的进攻时机选择更加谨慎 本来在收效甚好的战术下 京婷有望的单身手上拿下一局 可他又又又在赛点连续失误 被逆转淘汰 在面对防守较为严密的对手 无法突破对手的防守时 通常都会出现心态的波动 导致无法实现自己的技战术发挥 失误频发 最终容易丢掉自己的比赛节奏 西北民族大学体育硕士在论文中这样分析的 不过这仅仅是对于遇到一流选手 甚至神级选手肺炎 整个2015年他不仅为印尼队出战 拿下东运会男团冠军 更是在三场公开赛中进入四场 在年末的香港公开赛中 他更是在第二轮以21比7 21比15 两局复仇陶田 最终取得季军 从15年初的205位 到16年初的35位 京婷在想一流选手不断的靠近着 但他离公开赛冠军 总是差一口气 而这一差就是一年多 明知山有虎偏向釜山形 在历经2016年个人赛事的颗粒无收后 谁也没能预想到 京婷能在这场韩国公开赛中有所建树 李东根 吴家朗 七本拳态 对于最后冠军进场 却是四强常客的京婷来说 已经算不上宝了 他半决赛 他就碰到了赛会头号中的选手 彼时世界排名第一的孙王虎 17年的京婷往前比之前要更为细腻 出手几乎都带着停顿的同时 以致性的更加出色 此时他的突击也已经成为了任何选手都无法轻视的存在 到了第二局 京婷流分手段的丰富就展现出来了 往前 后场 狂抢弓 防守反击 他甚至耐心的控制起了对手的正手底线 可惜没能成功 虽然孙王虎的防守确实是相当稳健 可最终那还是没能挽回开局时的巨大劣势 作为被冲击的一方 第三局的压力 其实就来到了主场作战的孙王虎这边 狮子薄兔 依须全力 开局的两分 他开始提速进攻 而这时 京婷的节奏却是鱼无声处 听惊雷 但在心相持的同时 暗藏了一派杀鸡 以防的韩国队教练面色逐渐凝重 京婷在主场掀翻了他们的世界第一 而另一边 乔拉坦也是雄关漫道 一路过关李拳一 板井一将王子薇 印尼双子星在决赛会试 两人在第三局一度打着加时 让乔拉坦的挡望 弹出了界外 京婷探倒在球场之上 此时 他连庆祝的力气都没有了 在这次出发前往韩国前 京婷一如往常 在繁重的训练中 抽身回了芝麻区 给母亲庆生 即使训练与比赛再忙 每年母亲的生日 与母亲节 他总是雷打不动 回到家乡陪伴母亲 One and only I go nowhere but love you 不善言辞的京婷 把对母亲的爱意 放进这些真挚的语句之中 拿起站拍 他是为国征战的英雄 脱下战袍 他也是个孝顺的孩子 当时间回波 回到2016年 伦敦周期的印尼羽毛球整体水平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南丹尤胜 淘汰在第一轮 就早早出局 却在混双上 仍有一定的统治力 这时的印尼国家队 急需 刚买20岁的蜻蜓和乔纳坛 顶上前辈的位置 扛起印尼南丹的大旗 第一个公外赛的冠军 收入囊中 今年世界排名 已经来到了第18位 但如果心之所向是奥运奖牌 这个排名还远远不够 他还需要一个跳板 而这个跳板 近代支持 2018年印尼大师赛 这次印尼人最大的对手 是来自中国的成龙 当小钢炮 碰上移动城墙 不知鹿死谁手 可能是受印尼魔鬼主场的影响 成龙开局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没能实现对静庭的控制 后场的推挑屡屡出界 同时 金亭的往前停顿 对于成龙却很是奏效 几次破坏成龙的连贯 加上积极的后场下压 成龙全程都显得有些被动 来到第二局 成龙的状态 还是有点掉线 指金亭这边失误更多 金亭显然向两局快速拿下 开始加强进攻 全力追分 15比15 多大的球馆 充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 要在被点燃的球馆中 冷静的多拍博弈 对于两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而显然下半段的成龙 是更冷静的那一个 两人第三局的比分一直咬得很紧 对于往前的争夺也很激烈 但是金亭往前的变化 要比成龙更加丰富 在网口占据了更多的主动 又更多的开火圈 虽然在此过程中失误频伐 但是成龙这边 在金亭给的进攻压力之下 同样出现了大量失误 随后的周天成 白宁一将 都没能阻止金亭在本土夺冠 而这个公开赛的冠军 也让他首次进入世界前十 1819 陶田闲斗 竞赛归来的摩摩塔 开启了属于他的时代 彼时羽坛才共有一代 陶田独占五斗 剩下五斗中 金亭是让大家都没想到的哪一个 9月的中国公开赛前 陶田在今年已经拿下了四盏公开赛冠军 和市井赛冠军 一时风头无量 而金亭这边所面对的 却是死亡千表 林丹 安赛龙 成龙 周天成 陶田闲斗 四个世界第一 三个大门关 这个千表光是念出来 就让人倒吸口凉气